欢迎收看今天的新洲会科室 那么今天我们的新洲会科室请来了 中央医院的疾病专科医生 蔡福星医生 来为我们讲解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加强针的问题 蔡医生你好 你好 蔡医生我们知道 现在大家就是对于这个加强针 有很多的疑问 尤其是我们的卫生部长凯里 他最近就提到了这个科兴疫苗 就是在这个死亡率方面 就是说我们的死亡病例里面 很多的病患 就是他的 就是比这个Pfizer的死亡病例更高 就是有一个大概3.5倍 包括我们就看到他在这个11月20号的时候 就提到说 这个科兴的有效是更快减弱 我不知道在中央医院这一方面 是不是有这样的数据呢 就是说我们的病患的死亡率里面 有多少是打这个科兴 那么是不是说Pfizer就是比较低的呢 OK好 所以我们在中央医院所看到的都是那些病人需要进院 进医院因为那个新冠肺炎是Category 3 4跟5的病人 所以当然我们要知道说在沙劳月 大概整80%的那个疫苗 然后新冠肺炎疫苗我们打的都是属于这个科兴 Sinovac的疫苗 就是说沙劳月的这个大部分就是有接种这个疫苗里面 80%其实都是属于这个Sinovac 对对 然后当然我们也是会看到那些严重性的病人 已经打了两剂疫苗的人 所以我们也是会看到这个打了那个科兴的 他会比较多咯会比较多 但是现在我们也是开始看到一些打了那个Pfizer的疫苗的病人 也是进入医院也是蛮严重的 OK 所以有几个特点我要讲的啦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一个疫苗 他不能够说保护你100% 所以大概他可以保护你 不要种到严重性大概是整80到90% OK 所以我们也是要看个人的健康状况 假如你本身的健康状况都不是说很好 你还没有种到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 然后你也是甚至已经打了疫苗 不管你打多好的疫苗 他可能对你的保护也是没有这样好 所以你的本身的健康状况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一点 不管你是哪一种疫苗都一样 当然我们的资料显示说 在萨老爷的资料显示说 那些打了那个科兴疫苗的人 他们比较早拿到突破性的感染 就是新冠 中到新冠肺炎 Dr. Chan 你可以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突破性感染 突破性感染 就是讲说你打了疫苗 你一定是会觉得你已经不会中到新冠肺炎 但是假如说你中到新冠肺炎 这个就是讲说他已经突破 那个新冠肺炎的那个疫苗给你的保护 所以你中到感染这个新冠肺炎 你的新冠肺炎可能是比较轻微 可能是比较严重的 当然假如你已经有突破性的感染 假如你是属于高风险的人 你就会比较会得到那个严重性的新冠肺炎 所以这个就叫做突破性感染 然后我们的资料显示是说 那些打了那个科兴疫苗的人 他的突破性感染 我们看到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过后 我们就开始看到那个突破性感染 可是那些打那个Pfizer的 他突破性感染会比较拉长一点 比较慢 为什么可能性就是讲说 可能他的抵抗力产生的耐比较久 然后保护一个人比较久了 就是这样讲的 所以用这样来讲就是说他可能科兴的话 他比较短 时间比较短 保护力比较短 对 对 Pfizer他就稍微比较长一些 对对 嗯 那么目前 萨老月在这个混打疫苗方面 看起来是不是反应没有你们预期中的好吗 啊 当然啊 我本身也是会感觉上 他的反应可能也是没有这样 好像我们的卫生部长凯琳也是有强调说 大概应该他讲40%的人 啊没有去打这个加强针 所以我啊本身也是会觉得萨老月人 他们也是会有提醒吊胆 其实我需不需要应该打那个加强针还是不要 是 像今天啊就是11月23号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信息就是卫生部长凯琳就讲他们要考虑换一个方式什么呢 所谓的Fully vaccinated 包括你打了加强针 现在他可能要改变这个就是你不再是只是打了两剂疫苗而是把你的加强针算进去你才是完成完成这个接种疫苗 所以看起来是说他们就是势在必行要人们去打这个加强针 是那么我想对于这个混打我想很多人都是有很多的顾虑包括是说这两种就是像Pfizer跟Sinovac的这个技术是不同的 就是很怕就是这个副作用了会很大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现在打可能没事那么长期来看呢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是我们看不到的不懂Dr. Tia怎么来说 我觉得假如我们要讨论关于这个混打疫苗的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所以我在沙劳越大概20%的人民是打那个Pfizer的疫苗 然后他们也是打了也是没有问题就是讲说这个疫苗是相当安全的 像西马他们也是有很多人打了这个Pfizer的疫苗甚至那个AZ的疫苗也是证明说是相当安全 然后这个混打疫苗方面很多国家好像好像印尼好像香港好像泰国他们也是有用不种的加强针 就是讲他们第三针是用Pfizer还是用AZ的疫苗所以也是证明说是相当安全的 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资料显示说那些打混打那些疫苗是混打的疫苗他们的抵抗力会上到比较高 就是就是说即使他是技术不一样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他的抵抗力会上的比假如你第三针 假如你打两剂疫苗是那个科兴你第三针也打科兴的疫苗你的抵抗力上升没有比这个混打的高 然后假如你会问到底抵抗力高会有什么好处 好处可能就是讲说他可能给你比较好的保障不要中新冠肺炎还是比较严重性的新冠肺炎 然后他可能退化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他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很高了 所以他退化可能会比较慢所以可能可以保护你比较长的时间 多得说你讲到这个抗体我就想到最近好像很流行很多人去验那个抗体 那么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是不是说我决定我要不要打这个booster之前我先去验一下我的抗体 有没有这个必要 ok 所以其实在在那个市场有很多test是讲说它是验你的抗体 抗体对 大致上来讲很多抗体他们check的是看你的总共那个total antibody 但是并不代表说假如你的抵抗力是没有看到还是低的 你就没有受到保障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我们的记性细胞 假如你曾经已经接触过这个新冠肺炎 他就会身体有曾经产生过这个抵抗力 他就会记住在那边说假如说我以后也是碰到这个新冠肺炎 我就会要产生那个抵抗力用我自己的身体 但是这些记性细胞在年轻很健康的人 他是很好的一个细胞来的 但是假如你年纪大了还是你体肉多病 你的记性细胞也是会跟着减少 所以你假如没有那个抗体 他也是你假如在接触这个病毒 他不一定说他会记起来给你的身体产生抵抗力去抵抗这个细菌 所以就是说验那个抗体不代表是说你对抵抗这个所谓的COVID 就是有代表是你绝对是有能力去抵抗了 所以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要打booster 其实你不需要去验这些东西 也不需要特地去验嘛 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最近你知道这个在WhatsApp Group 很多人在share那个WHO 就之前我觉得他应该是几个月前有一个就是说不认同这个混打了 嗯 然后好像这个说法就WhatsApp Group的说法就跟政府不一样 是不是可以用医生的角度来说说看 OK 啊 我看你是讲关于那个WhatsApp Group的一个video 对 啊 关于说混打对疫苗的 是 那个那个video其实是蛮久的 嗯 不是最新的 有一段时间了 嗯 所以啊 过后其实很多国家已经有啊 发布那些啊 啊 Evidence 他们也是有啊 打那些混打疫苗的那个报告出来给我们参考了 所以我我本身觉得我本身觉得啊 啊 最主要我们假如要做决定啊 要不要打这个混打疫苗 嗯 甚至要不要打那个加强针 第一 那个疫苗我们要用的 他第一我们要看就是 whether那个疫苗是安全还是不安全 假如你的疫苗不安全 当然我不觉得我要打嘛 是 因为啊 然后第二点 当然我们打一个疫苗 我们要拿比较好的保障 所以从那些啊科学方面 从那些资料显示 他们讲啊发现打那些混打疫苗的人 他们的抵抗力会上升的比比较高 什么款技术的来的高 对比较高 嗯 所以像我之前讲的 假如你抵抗力高啊有什么显示 他会可能给你比较好的保障 然后第二个东西他退化会比较慢 所以可能会保护你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这两个观点是我们啊觉得混打疫苗是安全 然后他可以给你的抵抗力上升比较高 但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谁可能会啊 benefit 最多从这个打这个混打疫苗 甚至啊打这个加强针 所以那些有高风险的人 那个肯定是要打加强针 你60岁以上 你有那些病像糖尿病 高血压 心脏有问题 肺部有问题的人 那些都是要打加强针的人 肯定是要打 然后假如说你已经打了两剂疫苗是科兴的疫苗 你更加要打假如说你已经超过三个月了 啊假如你是打Pfizer的疫苗 Pfizer的疫苗也是你打了一段时间 他也是会衰退 所以假如你已经大概是五个月到六个月了 一定要打了啊政府叫你去打 你要打 这个是最肯定说 啊一定是要打那个加强针的人 是 那么就是我们也是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我现在打了这个加强针 会不会是说接下来还要打第四针 第五针甚至第六针 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 那个那个这个疑问 我们不知道这个答案 但是我本身觉得可能以后 假如你是年轻的人 你没有什么病 你健康很好的 可能你都不需要打第四第五了 但是这些加强针 是给那些需要到高风险的人 就可能是说要看这个病毒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嘛 对 那么Dotra就是混打的话 他的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反应 会不会比打同款的疫苗来的大呢 OK 所以假如混打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打不同的疫苗 当然不同的疫苗有不同的副作用 但大致上来讲 像Pfizer可能他的副作用会比那个科兴来的多一点 他大概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副作用呢 没有像本身我打那个Pfizer的 所以我也是会觉得 可是你前两针是打Pfizer 也是Pfizer 也是打Pfizer 所以我会觉得第三针会比较多一点副作用 但他的副作用是手臂 手臂痛 然后会觉得很累 差不多两三天这样了 过后他就会过去了 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说 假如这些副作用 其实讲起来是很轻微了 轻微了 假如你中到那个新冠肺炎 而断送你的性命 更严重 那个就是命都没有了 所以你要从那一个角度来分量 那么Dr.川你有没有接触过 就是打前面两针是打Sinovac的人 他打第三针打Pfizer 他的副作用会有会有什么 你有听过 有就是有一些feedback吗 so far 那些打我我所知道的 打了两剂疫苗Sinovac 跟第三针他是打Pfizer so far他们还是ok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是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一个曾经确诊 然后他recover的人 那么他是不是也可以混打呢 可以那个那个没有问题 我们也是看到很多人打了两剂疫苗 不管是Pfizer还是那个科兴疫苗 过后他中到新冠肺炎 他们也是照样去打第三针 但他们的第三针是Pfizer的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其实不是说Sinovac不好 只是说他打了三个月之后 他的有效的保护率就降的比这个Pfizer快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完全就说Sinovac是不好 Sinovac是不好 其实只是因为保护力长短的问题 对对 不管你打多好的疫苗 他到某一个程度 他的抵抗力一定是会衰退的 然后也是要看个人的体质 体质 那些东西 对对对 那么Dolta Chappell你在我们访问结束前 你还有什么想要再补充吗 OK好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就是我要强调的就是 不管你曾经打过疫苗 还是要打那个加强针 我们要知道说 那个疫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保护你 给你抗体不要中到严重性的那个新冠肺炎 那个是最主要的目的 假如说你要用疫苗来真的砍断那个疫情 是不可能 是没有可能 因为自从那个Dolta变种病毒来到 他的传播性很高 好像是没有可能你可以用疫苗来砍断 但当然那些人有打过疫苗的 他们的传染期会比较短 所以可能你机会传染会比较低 但并不代表是零 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跟着那个标准作业程序来做东西 特别假如说你的家里你有老年人 还是那些可能他们本身不要打疫苗的人 还是他们本身体质都是很弱 有病的人 这样你就要更加要去根据那个标准作业程序 因为我本身觉得那个传播性在那个事情还是很高 对就是可能你即使你打了之后 你还是不可以松懈了 就是大家还是要做好你该做的防疫的措施 对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通过这个蔡医生的访问 让还没有打加强真的 你能够从蔡医生的这个专业分析里面 然后得到一些心得 然后尽快做出你的决定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谢谢 谢谢